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有關其他學校的相關作品 主要分成三個面向去分析 第一個他們有個使用手冊 使用手冊裡面稍微敘述一下App相關的操作 首先我看一下你會發現使用手冊當然是給一般使用者 在操作之前稍微看的 所以其實盡可能的把一般的操作者當成是一張白尺 也就是說盡可能的清楚 所以像這個你會發現它這個敘述 首先什麼什麼然後接下來幹嘛幹嘛 其實我建議最好的話還是用條列式的 比如說用那個什麼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 反正你就盡量把這個使用者當成一張白尺 盡可能的話條列一下 它說什麼它其實是什麼 每個按鈕就是有一些文章 點下去就可以跳到那個文章裡面 不過它寫這麼多 其實好像有些最值錢還蠻多的 盡量就是文字敘述清楚一些些 這個是將來當然如果到業界的話 其實還是有一個職稱叫做所謂的文件工程師 就專門寫那個說明所冊給一般的使用者看的 甚至現在慢慢可能還是走不見得是走文字 不過因為有些時候那個將來在就是比較正式的話 還會有簽約的問題 就是說一定還是要文件 那就是畫面部分 然後畫面它其實是用這樣子來去 看起來其實就太簡略了 那畫面它有一些敘述 這個好像是用小畫家畫的 畫的實在是不是OK 或者甚至它其實可以用那個PPT還是什麼呈現吧 然後它說有一些什麼測驗 測驗鍵還可以做一些測驗 它還有什麼是非題啊 是不是 它可以打勾 是非題是個選擇題嗎 OK 對好像還有什麼選擇 還有單選副選的 所以其實它這個應該是看完文章之後做測驗 OK 是不是有點像是教學的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它已經 他們已經做好的結果 就長這樣 所以它提供給我所謂的AIA的一個專案檔 那我就把它載進來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他們 一進來的話 總共它提供了五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的話 什麼歷史上傳染病大流行是如何結束的 按鈕一 然後按鈕二的話就是什麼 新冠疫苗問題 還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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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扭轉環境氣候等等的 所以有五篇文章 那也就是說點進去應該是可以看 那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其實比較簡單的就是說 它這邊其實是有用一個所謂的垂直配置 那這個垂直配置裡面呢 就是把那個按鈕放到最大 有沒有一個剛剛好 那這個其實還不錯的地方就是說 將來你們在做畫面的時候 盡可能的也要考慮到一點就是說 因為呢 將來在手機上呈現 而且 我們的手指頭其實還蠻大的 有的時候 尤其是男生有沒有 那你不能說那個按鈕太小 有時候那男生 像我有時候點或不好點 如果那個按鈕太小的話 所以盡可能如果畫面足夠的情況下 盡量讓那個按鈕稍微大一點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上面的字 這個字其實還算OK 有沒有太小 因為如果你太小的話 對那個長輩其實是不太方便的 你們要考慮到那個長輩 因為到大概40歲以後吧 就會開始有老花眼了 所以你們應該現在沒有這個問題啦 不過你們不知道 知不知道那個 你父母親可能會有老花的 老花其實就是什麼 看近的東西會模糊 然後看遠的應該會相對清楚 有點像遠視吧 我不知道 OK 那我自己是有一點點那個 就是老花 我剛開始不太知道這是老花 我發現奇怪 為什麼看近的東西 看有點不太清楚 眼睛有問題 沒有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有點老花 不過 還好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有那個近視的話 有個好處 就是你如果把眼鏡拿下來 近的東西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 如果假設你現在沒有近視的人 以後你有老花眼 你會變成說 你近的會看得很不清楚 所以你一定要戴老花眼鏡 才辦法看得清楚 OK 這個當然 可能要考慮一下 就是說有關界面的部分 盡可能讓人家一看就是很清楚 然後它的面板 我看一下 裡面的面板 它其實不只一個畫面 它總共有三個畫面 但是它好像還沒做完 所以你們要點擊進來 這個是第一 等於是跳進來的第一頁 歷史上的一些流行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放了多少個 你會發現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它怎麼會用這樣的方式呈 它裡面全部都是標籤 哇 然後底下最下面還有兩個按鈕 一個測驗一個返回 那我是建議 如果這篇文章這麼長 乾脆它這樣標籤放 感覺滿混亂的 是不是說可以 或者再分頁 或者是說呢 它可以把它放在 一個像那個文字輸入盒 它其實會有捲軸 或者是說把它當網頁 用那個網頁形態讓它可以顯示 這個當然可以在商榷 不然的話感覺這邊界面有點混亂 那底下兩個按鈕 OK 然後分配的狀況其實還OK 那再來的話呢 它第三頁是什麼 第三頁就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測驗題 所以其實這還滿不錯的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像這種東西 你可以把它做成 給那個 比如說 學生做 做那個相關的那個 CAI的部分 讓它去閱讀 看完之後呢做測驗 最好當然 如果測驗完畢 還有一個分數 也就是說那個分數的話 可以再呈現出來 甚至呢 可以跟雲端結合 可以記住說呢 它的成績到底是 多少分數 然後甚至的話呢 可以在雲端連線 所有的人的成績也都可以列出來 我想這樣應該是會更好 另外的話呢 稍微看一下 這個它就等於三個頁面 三頁 那我們來看一下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頁、第二頁、第三頁 將來會當然希望說 你們可以做出類似 像這個多頁的切換 多頁的切換 另外順便講一下 它的頁面 這個地方它好像沒給標題 所以其實這個標題 也許可以下一下 然後再來看一下程式部分 那程式部分的話 它其實就是什麼 按一下按鈕1的時候呢 跳到這個第二 等於是 它只有跳一頁 它其他沒做 所以其實就跳一頁而已 等於是按一下按鈕之後 去開啟什麼 開啟一個畫面 開啟畫面2 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頁只有這樣 第二頁的程式的話 那也是一樣 就是跳畫面而已 OK 然後第三頁 第三頁相對複雜 這也是做那個 測驗題 而且它裡面有做一些判斷 如果是對的話 它就是給正解 然後不對的話 就給複解 甚至呢 可以讓它跳回原來的畫面 不過 程式好像有點混亂 好 大致上這樣 目前看到 他們做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第一個 第四組的那個 學生的一個作品 所以未來其實你們 也可以參考一下 可以用跳舞的 貿易的形式呢 把這個 這個 這個APP 給呈現出來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第一個作品 第一個作品 這個是第四組的 再來還有那個 第六組 相對做得好像比較好一些些 而且比較完整 它這個手冊裡面 就比剛剛那一組 做得稍微 再更好一些些 因為第一個 它其實 底下還有圖 還有插 而且名稱 就主要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APP 主要是 這個人文內容 數位工具的什麼 閱讀能力 閱讀解 理解能力APP開發 然後裡面的話 是做什麼 做一些跟那個什麼 生物有點關係的 OK 比如說現在很多外來種 到底有哪些外來種 它這邊其實有一些相關說明 那它把那個 幾個像什麼 這個 白疹 白環蛇 這個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或是這樣 綠 綠 蜥 這個應該比較知道吧 一堆這個 還有 這些東西 把它列出來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組相對就比較完整一些些 裡面的話就是提供一些手冊 只是說它說明好像沒有太清楚 底下好像說明還沒寫完 所以看只有到畫面而已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它的專愛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我也把它上傳 那這個的話 它其實 我有大概把它開起來 這一個 OK TINS 2 那這一組的話 基本上 就比剛剛那一組 來得更完整一些些 欸 出來了 OK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 而且背後其實還有放那個布景 這個 還有音樂播放器 那意思就是說 它一進來就還播放音樂 然後呢 水瓶 所以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的布景 會更 更 這個 稍微 講究一些些 然後呢 而且喔 它不是說一下子就進入到APP 它還怎麼樣 一進來之後 好像你要按進入 它才可以進到APP 但是我是建議啦 其實有的時候 有些APP 好像按一下進入 才跳到那個主畫面 好像感覺還 呃 有點開 開場的那個感覺 但是有的時候 反而是對使用者造成困擾 有沒有 你會發現 你們應該有用過那個APP 我一打開 我就要用了 那結果呢 你還要按進入 才能看到裡面的畫面 等於有點 有的時候 反而是一種干擾 或者是多時一舉 我認識我個人的心得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呢 它這邊其實有很多頁面可以跳 比如跳進來的話 可能就是跳各個那個 就是 剛剛那 跳各個那個 就是物種的相關說明跟照片 然後可以回畫面 那這樣其實就還蠻完整的 而且 看起來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第二 第三 這個是 這應該還蠻暢看到的 不過目前我們學校還沒看到這種 這種蜥蜴 OK 那他說 不過還有一點 各位可以看到 你會發現 還是要考慮到一點 這個怎麼樣問題呢 字太小了吧 第一點 有沒有 這個如果老花眼的人來看 完全看不到字 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考慮到那個老人家的需求 第二個的話呢 字太多的時候 說真的 對於一般來說 我剛剛看 讀完這些字 可能會直接跳掉 會 所以盡可能還是條列式的 然後字稍微放大一些些 可能會是 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其他的話 這個也是一樣 獲得十分進入下一階段 那應該是 他還有一些 是不是測驗的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的程式 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他 一樣 我剛剛講 他會呼叫那個播放 播放器 應該是有播放音樂吧 然後再來就是跳到那個 第二個畫面 所以他這個是有一個 一層一層的概念 那我講過了 你們將來也許可以考慮一下 或者是說可以這樣 不要按進入 你讓他 就是等個一秒鐘之後 自動進入 不然的話 我還要按一下 其實會蠻干擾的 那再來的話 他其實這邊也是一樣 跟我們前面 做的方式 也是大同小異 也有一個所謂的下拉清單 有沒有 那下拉清單 好處就是可以讓我們選 那我們要看的畫面 可以讓他慢慢去 從裡面去選擇要的東西 OK 其實也沒有太特殊的 其他也是跳畫面 OK 那這些都相關的跳畫面 所以呢 未來你們那個 期末專題部分的話 或許可以參考一下 他們這些相關的做法 那可能 盡可能 我剛剛講到就是說 你們的畫面 盡量清楚 字盡量不要太小 OK 然後按鈕的話 盡量 像這個字有點太小了 可能要再稍微放大一下下 那版面配置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 我覺得他們 底圖 至少有加上去 感覺呢 也比較豐富一些 不然的話 底下如果完全 都沒有放任何底圖 感覺好像有點太單調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 待會的話呢 我們 這個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們可以再思考一下 齊末大迪要做哪些東西 OK 那